这个材料很简单 有日本豆腐 还有小青椒 小葱 可以用大葱代替 鸡蛋两个 还有洋葱 我们把洋葱先切一下 切成三 这个是小青椒 切一半就可以了 小葱我们切成段 还把它炒一下子 我们不要倒豆油 因为我们准备的是辣椒油 洋葱放到里面 这个辣椒油呢 也不能放太多 就放这一勺就可以了 我们开大火 断炒到里面 辣椒酱也是一勺 这样呢我们多炒一会 看上去海打的已经脏紧了 最后呢我们放水 倒一杯半的水 然后我们把这个豆腐倒到里面 我们再分三等份 这样 现在我们把这边的石锅火也打开 把这个汤呢 玩到石锅里稍微倒一倒 预热一下 盐放一小勺 打细的 也是一小勺 把鸡蛋放到里面 把两个鸡蛋放到里面 把两个鸡蛋放到里面 把这边的火关掉 炒到这个石锅里面 葱和小辣椒都放到里面 葱和小辣椒都放到里面 好 好